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 现在定5%左右 这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以后确定的 当然现在我们经济总量大了 我们总量已经过了120万亿 而且现在新的挑战也不少 在这种高基础上要达到这么一个 5%左右的增长目标 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需要我们倍加努力 人口红利 更要看人才数 我们国家现在劳动力总数 或者准确表说应该是 适合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有近9亿人 而且每年新增劳动力是1500万人 人力资源丰富 仍然是我们中国一个巨大优势 或者说显著优势 更重要的是 我们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 已经超过2亿4千万 每年新增的劳动力 平均受教育的实现 年限已经达到14年 因此可以说 我们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 人才红利正在逐步形成 发展的动力依旧强劲 在美国国内 这几年有人在炒作 中美两国土钩的论调 有烧还比较热 但我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 在这种炒作当中真正受益 中美合作大有可为 唯独打压 对谁都没有好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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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